若果咸白的书记 活雨满天的药 两行滚滚泪水 流培想夹 柠檬 柠檬 这是柠檬 这是柠檬树 什么是 蔬菜 这是蔬菜 蔬菜 家里有地 多爽啊 这里可以种菜 木瓜树嘛 这也是木瓜树 上面有个小木瓜 超级迷离小木瓜 这个木瓜很小啊 应该是不能吃的 这个香蕉 估计在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这个葡萄还没有挂骨 第一能吃的就是这个 这个菠萌蜜可以吃 然后 然后这边那个螺旺籽可以吃 其他的没有可以吃的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可以吃的这个 菠萌蜜小瘦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没有 还没有开包的 还没有开包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稍微大一点 像个芒果一样 然后这个是更大的时候了 但这个也没有成熟 好 在这边洗了一个车 250 250 250块钱 是50块钱吧 小野出来溜达溜达 刚刚还好 可能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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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饿了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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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不是修肌肉 是修他的纹身 他这个纹身说的是他爸爸和他妈妈的名字 一个一个 他一直在修他的肌肉 肌肉比我比我厉害一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猴子 Munking 我刚刚问了那这个含义 这个含义就是 就是说要自己要坚持 要有毅力的意思 这个纹身 好像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纹身还是蛮有意义的 但是我不想 但是我不想 他爸老想跟我碰拳 你知道吧 因为他知道我是练武的 希望跟我比划一下 所以每次都跟他碰一个拳 然后你看他颜色 看看颜色 娜娜刚刚说 他的皮肤跟以前跟他姐姐皮肤一样 很白的 跟我一样很白的 然后因为是家里有龙活嘛 所以经常在太阳下面 下太阳 所以晒得很黑 波球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说吃糯米 就是那个篮子里面的糯米 就是要吃这个东西 睡着了 我们明天准备回家了 本来想多玩几天 但是 国内的东西已经到巴蒂亚的新 到巴蒂亚的新房子了 所以必须得回去 不然就退回到中国了 还有一个词啊 再说一句 打 打 就是小野叫外公 打 打 打 就是外公外婆的意思 打 2月3号 我们准备回家了 然后两个大名 妈妈在抱一下孩子 现在还早 现在十点半钟 我们十一点钟出发 香茶 香醉一切的烟 树下同样 你还没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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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高鲜白的书季 火雨漫天的烟 两行滚滚的水 留在树上啊 地道随着的故乡 有空想难忘 永生 永心 都能忘 弓音琴的声音其实是最惨 就一不得了 要占别了 留在树上啊 对我炫耀你 虽然很多地方不叫地管 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叫地管 然后这个四十株 一提吧 估计也叫一提 就这么几个 我还有很多 碰到两个苦行生了 两个和尚在路边走 我妈总说嚼头 我觉得还行 你觉得呢 将近七个小时的车啊 很累了 然后买了 坐上买了两个菜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菜 这就是她妈妈 知道我喜欢吃牛肉 特地在家风干的一些牛肉 然后这个上面的颗粒是 放了一些大米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用一些大米 但是味道还可以啊 然后吃过一个 吃过一个 然后吃完看 我们明天就准备去村屋里了 要搬一些东西过去了 是啊 然后准备买点东西 买点被子什么的 然后你们听那个广播里面 唱的中文歌 好 OK 回家 泰国现在也过中国年了